大家早安 昨天晚上不知道這個 各位睡得好不好 還可以 因為我們這裡比較沒有人寄 我們用澱粉扇什麼的 其實這個是 這個也是比較健康 比較健康的 今天 討論一些什麼 跟這個大學生 不一樣 早上一大早談這個話題 美國與台灣大學生的 一同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35年前 我想我很適合談這個話題 現在35年後 這個美國大學生 台灣大學生 很多我很久沒有接觸到 所以我 當然有些我不了解 不過我從旁邊 我有朋友 也是擔任老師 還有其他的人接觸到 很多現在的 高中大學生 所以我從這裡我聽到一些 最近 最近我兒子去 一個軟體公司做事 這個是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 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是台中縣人 我們在 以前在國賓飯店 一個集圍酒會 是那個 觀光局辦的 集圍酒會 我們在那邊認識 照年 我跟我太太 就是可能比較用那個 美國式教育就是 那個 比較培養小孩子的那個興趣 比較重視她的興趣 我們從小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必功課 甚至於 你如果問我們 她考第幾名 我們都不太知道 我們不是很重視這個 我們就是讓她自己去 去學 當然 功課要不要做 我們是 我們是希望她做 但是她做到 她的那個程度 我絕對不爭什麼 什麼第幾名 這樣 美式教育在台灣去用 她到了四五年級 已經沒有朋友 因為每個人在補習 晚上她可能要跟同學 討論什麼 討論什麼 他們沒有時間 他們每一個要去補習術學 補習國文 補習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是美式教育裡的後果 然後再來 我兒子很小時候 就有人 我碰過一個外國人 他就跟我講說 你有個兒子 他現在讀什麼學校 我說我們從幼稚園 就把他送到普通的這個台灣學校 他說好 你這樣可以 但是他說 他那個人來了很久 他說我告訴你 他的DNA 有那個美國成婚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他哪天 他就會回到家 他就說我不要上學 我不喜歡老師的教法 我不喜歡那種課程 他說你要有心理準備 結果到了差不多五年級 他就回家說我不喜歡 老師這樣教我不要 老師那樣的課程內容 我不喜歡 我不需要 所以為了這個 我們就提早 我們提早 我們就提早在他 二三四年級的時候 因為他拿美國護照 所以我們提早 就台北南港有一個基督教的一個學校 他是全英文課程 我們就有時候會帶他去那邊參觀他們 參加他們的一個活動 比如說感恩節活動 比如說聖誕節晚會 我們就帶他去 慢慢習慣那個環境 所以 等到五年級他 國民小學 自己說讀不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我們只好 乾脆我們就 乾脆我們就 就改 我們就 改美國系統啊 就是 就是直接去那個 恩慈美國學校啊 我們去過很多次對不對 你記得 喔我記得 那邊好不好 還好 因為他認識校長啊 其他同學 他參加很多活動嘛 所以他 他不會說馬上抗拒 這個是 現在這個時代 你要重視那個情緒的那個 那層面 所以說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報名 那邊有美國護照 你可以報名 結果報名以後 他從 一天就是全面中文教學 在家裡 我跟我太太講華語 我們講 我太太會日語跟台語 但是我會英文 但是家裡 我們這些很少講 都是講這個華語 所以我們從 今天 他華語結束 明天他就開始全面英文課程 一個禮拜後 太太問他說 阿你 你整天坐在那個教室 老師講英文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很大的壓力 他回到 我太太說 沒有壓力啊 太太說 欸奇怪 你英文有什麼好嗎 阿為什麼沒有壓力 他說聽不懂有什麼壓力啊 所以你看 他 他 他是用這樣的態度來 來面對 所有的一個課程 但是他從五年級 讀到九年級 那 在那個全美語的那個環境 而且那些老師都是圖身圖長的 現在他的 英文是非常好的 那 我那個時候早年 我 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那個所謂外籍配偶在台灣 受到 早年我覺得受到很多不公平教育 所以我 我組織很多 我 我組織很多人 我們就做那個 外籍配偶協會 這樣 我們沒有登記 或什麼 我們就是 就是 隨便這個一個友誼性質的 阿我們就有 有一些法 我們覺得不公平 我們就那個時候就跑立法院 阿我就認識很多立委 阿我們就在講 外籍配偶應該這樣 外籍配偶應該那樣 好的 現在隔了十年 我以前認識那些立委 現在都是什麼大事業的董事長 都是這些這些 所以有一個是 開那個很 大很大的那個軟體公司 所以他就說 欸 你兒子為什麼不來 我們那個公司來上班 喔喔 對 他英文很好 可以去 他說那 叫他來找我 我每天應徵這麼多 但是他說 確實我需要一個 英文很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那個 這幾個部門 英文很好的 非常少 有時候連接電話都有困擾 阿我們要處理很多英文文件 我們 連這個有的 讀到碩士博士回來 他英文好不到哪裡去 那我 我兒子是JJ Native Speaker對不對 所以 而且他講話沒有強調 他沒有強調 他沒有強調 非常非常自然 我 我去過一些學校 他的那個什麼 回來的什麼 柳梅博士 他的英文我聽得很吃力 實態 性別 什麼 My mother 巴巴巴巴巴 He怎麼樣怎麼樣 我聽不懂 對不對 我兒子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從小 我們給他這種 這種不同的教育 所以這個作為 我這一部分演講的 一個介紹也是 也是一個開場 也是可以 後來 兒子都讀到九年級 他就說他不要讀了 我們帶他去美國看 帶他去看 參觀好幾個高中 他就參觀那個高中 跟那些人 跟學生就 他們也讓他上課 坐在教室裡面 跟其他的同學 有小組討論 有看老師怎麼樣上課 什麼都有 當然跟他 恩慈美國學校 不會說差的太遠 但他回來以後 他就說我不要去了 我們說你要做什麼 他說 我美國人在台灣 我當然要學武術啊 他就覺得這個武術 對他很大的吸引力 啊我們就是很害怕說 你今天學武術 你下個禮拜 會不會有不同意見 有沒有 就是那個所謂三分鐘熱度啊 我們很怕這個 他說他要學 喔 那媽媽就說好 所以讓他學 哇哩哩啪啦 五年耶 他一直在練 欸不簡單 我看我什麼事情學了 除了語文以外 我什麼事情投入五年 很非常的投入有沒有 也不多嘛 所以他這樣 他這樣很不錯 然後他又當然接觸到一些這個 所謂直銷 直銷公司 他在賣一些東西 然後這個做了這麼多年 那現在 我們就叫他說 那你有一個機會去這個軟體公司上班 你也可以發揮你的英文能力 所以 現在在適應這樣一個環境 公司當然都是這個本地人 所以他是 他是在那裡 而且我們跟他講 這個 台灣人這個面子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博士在那裡講英文 錯誤 PowerPoint嘛 他錯誤很多 你當上還是不要講 不要跟他講這個 阿利恩他跟你說 喔那 我們今天 我們講這個 那安容 我兒子叫安容 你如果看到問題你就講 喔這個時候絕對不要講 對不對 在大家面前不要提 maybe以後四下 你跟那個人講 我們跟兒子講很多 適應環境 很多這個東西 跟他講很多這個 OK 所以現在 進入一點政體 他 那個公司就前幾個禮拜 他們 有海外的團體來參觀 來了一大批 那個什麼中美洲的 也很多學生嘛 結果他們做 他們做簡報啊 公司的人做簡報 他也做一部分簡報 然後接下來就是問 就快到吃飯的時候 就說有沒有問題 結果那個中美洲的 他們問問題問兩個小時 如果現在是五點半 我如果是台灣的學生說有沒有問題 那可能五點三十五就一定結束了嘛 他們五點半到七點半都還不能去吃飯 因為學生還是非常熱烈的問問題 而且問很深入的問題 所以 我兒子就回來 他就跟我講 他說這樣 台灣的教育不行 你看那個外國學生 他們 是怎麼樣的態度來 來面對 來面對這樣一個事情 然後他們就非常勇敢的去問問題 然後發覺他不知道的地方 他要你去解釋 所以 長期上 當我們看到 看到台灣的這些學生就是 不會說 這麼勇敢的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那這個 在美國甚至於說 我像那個大學老師在看 你這個學期 到底提出 多少個疑問 他很可能在看這個 那你完全沒有提出疑問 maybe這個會影響你的成績 因為有時候你的成績剛好是 如果你的成績很好 B加到A減之間 對不對 那成績單其實就有些B跟A 老師的記錄像 你是B加 而且很高的B加 B plus B plus還是B 那他要不要跟你過那個A 這個有時候是一個主觀的判斷 他會看你參加課程多少 所以 我們 我們在 我們在 美國上課 我們 我們 如果同學時間很好 我們甚至於會安排 對不對 我們甚至於會安排 就說 最近寫問問題比較好 那今天 老師 講到哪的時候 那 你某某你先開始 你先問一個問題 說 你就說前幾天同學跟我講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我覺得說 老師可不可以回答 或是我們進這個 同學賽 進一步說 就是等於pass 好像籃球一樣 籃球把它pass過來 pass過去 給其他的學生一些幫忙 對不對 而讓他能夠 在大家面前問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 一個很和善的一個方式 同學只見可以彼此而做 我記得在 在很多我們在美國上課的時候 老師有的課程他就說 課本的東西 除非你有問題 我都不會特別講解 我講解的是 額外的或是補充的 所以就變成說 那個東西你自己看 你自己笑話 對不對 台灣我還是聽到 我還是聽到很多水聲就是說 老師就是把課本的東西 就是重複念一次 這樣 這樣好像就是說用意不大 我覺得說 是不是要 老師要從別的角度 還有要從 其他的就是如何 使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像我們以前 我記得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教授 他是教那個法律的 他每天來就是有一個笑話 而且他的笑話 他跟今天的課程有關係 是法律消化 我講這樣 後來 兩兆爭執就是 到底是這樣子對呢 到底是那樣對嗎 他的笑話 他的法理都是非常的滑稽的 你會笑得肚子痛 但是確實是法律上的一個問題 法官這樣判斷 哇他的課程 他的課程爆滿 人家說要把它拍下來要賣 真的我不知道後來有沒有拍下來賣 哇真的很精彩 他就是做那個 就是 嗯 稍稍有一個問題是 以前三十多年前 其實沒有那個什麼性騷擾的這個觀念 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笑話 有的時候 會有一點顏色 有的時候會有一點顏色 而且 像法律課的人 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女性 所以 有時候 百分之九十八就是非女性嘛 都是男的嘛 所以 一兩個女性在那裡 有時候會覺得不舒服 那些笑話 我還記得一些這件事 不適合去講 所以 這個是我看到 這個是我看到一個 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這個是我看到很大的不一樣 整個 他那個上課的那個方式 我覺得 而且我 我到台灣 我曾經 我曾經 前幾年 我去上個課 你知道嗎 我太太要我去上個課 那我就從那個 那個都是大學教授來教的 呃 那個 那個課程就是 就是什麼 都是那個 呃 什麼公共工程委員會 它舉辦的就是 就是你那個 你那個民間團體 你要投標 呃 什麼工程 或是你要投標什麼案子嘛 政府有那個網站 啊他 譬如說現在內政部可能 要印一個什麼手冊 他要印這樣 啊多少頁多少內容 那他 他必須 必須讓你投標嘛 他不能隨便指定 因為那個金額超過什麼30萬 所以他就會把他的情形 寫在網路上 那你現在 你如果是印刷橋 你可以投標 我說我可以做你這個多少錢 啊我們就學那個 那個投標那個東西 啊結果 十幾堂課 呃 給我的感覺 我們去上那個 我 我 坦白說我覺得很爛 非常爛 非常爛 我在美國上大學 我沒有上過這麼爛的課 為什麼爛呢 第一 每天老師來 一堂 一堂 不同老師啊 不同老師 每天來就是一些 他有分 單元 十幾個單元 然後每天來就是給你一些銀本 今天我要講解這個 那總結在哪裡有沒有 你上這麼的課 總結在哪裡 沒有啊 那你前兩次上的課 你今天問他 他也不一定知道啊 沒有連貫 我是覺得 這個叫做課程 我是覺得 但是我必須說 我美國我不是上什麼 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怎麼樣 我不知道 我是上高中 跟大學都是上一流的學校 所以 有時候我太太說 你的要求太高了 你對什麼事情批評的這麼嚴厲 你就是太那個 但是我就是上這樣的一個學校 我的高中 在美國排名是前五名 我不騙你 我們是排前五名 然而我們的大學也是 起碼排前十名 這個要看課程啊 我們的商學院是排前幾名的 就是那個 那個報紙上常常出現那個什麼Trump 那是房地產大亨在紐約 他也是我們那邊畢業的 我們高中 我們高中 只要這個人的姓比較特殊 你有一個同學有那個姓 你問他一定是他的親戚 差不多我問了很多次 我剛到學校的時候 他就給你一個水長 因為我們校園很大嘛 非常大 有時候你迷路耶 他就給你一個水長 來給你些輔導 還有對不同的課 你有什麼疑問 或是老師的教法 有什麼疑問 你給我請教 結果我的那個水長 他叫沙克 他的姓沙克 Salk 我說欸 那 這個姓很少耶 那 那你跟那個沙克一秒有沒有關係 他說我爸爸 我 我們同學都是這種集的 所以你跟他討論 喔他爸爸做這個是怎麼樣怎麼樣 喔你腦子會打開很多耶 喔你報紙上看到什麼人 很有名很有名 什麼做 什麼觀念 什麼 你有一個同學有那個姓 你問他說 那我叔叔 我爸爸 我什麼 喔很多 所以我們學校都是 都是最有那個 所以我們的課程也是非常的嚴謹 而且 而且 就是他 那個教授他整理得很好 他把所有的東西整理得很好 不是這樣零零碎碎的 而且美國的書 本身就是整理得很好 前面有目錄 後面有索引 OK 所以我如果要查一個觀念 啊 我要查一個觀念 啊 經濟學 啊 經濟學 經濟學有一些 啊 很多有關 Marginal utility 編輯效益 啊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就是編輯效益會越來越低嘛 這個是經濟學的一個觀念 我要查這個 我到那個索引 我就查Marginal utility 這樣 都有 那他給你一套 這個 這個 影印本 那 都是非常零散 我 我等到 要學期末考的時候 我 我哪裡去整理 那 我覺得這個 兩個 台灣跟美國 這個 這個觀念 很不一樣 這美國 他教授是整理一套給你耶 啊當然他認真教 但是這裡有一套東西給你耶 啊 這裡 我不知道我上 我上這個課 我就 我覺得非常的凌亂 我 我回來跟我太太講 她 不高興 她說 很多台灣的課程之間 我說 我們冰九大學 沒有這樣的課程 就 很多那個書厚厚的 都是教授自己學的 他整理得很好 非常好 所以 你就可以 前後連貫 那 同樣的 你這樣教出來的 學生的素質 是不是會 是不是會 會有所差別 我覺得會 會有差別耶 所以 我不知道 我 我沒有 我沒有什麼去 我沒有去什麼 太大那些 我想 有的課可能 有整理比較好 有的課 老師的資料 有整理比較好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 如果我是 教育部觀念 我是覺得 這個課不能上 你先整理出來 你再給學員 教 我的第一個感覺是 這樣 我不喜歡那個 零零散散的 那個都在 都是 表示 教授本身 對這個東西 沒有 沒有把握 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這個 我們在 我們在 美國的大學 我們 高 其實我高中也好 這個也是 我很痛心 我 我兒子 雖然從 台灣的那個學校 又讀到 國中 但是其實 你問他 你說哪幾個老師 你比較喜歡 國小 他說他 不喜歡 那些老師 我們當初 覺得他 國小有幾個老師 也不錯 但是他說 他的感覺不好 到了美國 學校 他說他有幾個老師 體育老師 他也喜歡 還有另外有一個 教英文文法的老師 他也喜歡 有幾個他喜歡 但是有幾個他不喜歡 我 我在美國的經驗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 我太太常常跟我爭執的 那時候 台灣不好 他說 我在高中 我在國中 沒有什麼好老師 我說 哇 你談這個 我是完全無法體會 我們高中的老師都 非常好 我覺得非常好 我很喜歡去上課 他每一個point 可以講得很清楚 課後 你再請教他 他會跟你解釋另一個角度 我們高中的教授 每一個都是有體育專才 他們學校有規定 除了上課 你還要教體育 所以他每一個都是一個什麼 以前是可能什麼 什麼很有名大學的什麼棒球 棒球隊員 或是另外很多運動 有沒有 你發覺他們就是 一個所謂的一個完整 一個完整的一個人生 有沒有發現出來 阿提又有這個學識 然後他 大部分都有 第二個語文 或是第三個外國語文的那個能力 我真的 那些老師 我真的很佩服 當然美國的學校不是說我 像台灣比較有鞠躬的文化 或什麼 但是那些老師你私下 你有機會跟他討論 你真的覺得這個人真的是 真的是有智慧的 我當初我是這樣想 隔了四十年 你離開學校 可能你會從社會角度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你學生所需要的 在那一段時間的這種模範 那個完全他有做到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的那個學校啊 他是民族的 我們高中是很民族的 我告訴你 他非常民族的 台灣 我太太有時候 我太太在東吳大學程序部 他也有課 他有的時候講到學校的一些事情 我聽起來我覺得不是很民族 他像孫中山說 學生沒有人權 好像是軍人學生那些沒有人權 這個好像我不是完全可以同意 我們民族到什麼程度 有那個學生 因為夏天就像這樣 很熱 非常熱 我們高中在馬州 很熱 所以譬如說你來上課 老師如果 如果 每一個老師會體諒學生 我們那個時候要西裝領帶 我們高中是西裝領帶 所以老師就是說他外套可以拿掉 對不對 那你就掛在椅子後面什麼的 有一個學生 因為他很熱 他把整個背都把剪掉 穿不剪掉 然後沒有穿內衣 他整個背黏掉 我們那個時候是男校 他整個背都沒有了 老師一看 你沒有穿前衫 他說我有穿前衫 老師說這個不叫做前衫 他說為什麼 就這樣 啊好了好了 先上課以後再說 所以老師把這個事件報上去那個 他們有個委員會就是處理 學生行為問題啊 我們有一本書就是學生規則 他們就查那本書 我們學校那個時候很小 不到一千個學生 我們的高中 後來他們就發布 他們就發布 他們初步處理這個案子 第一 那本書那個行為準則 是藍色皮 我們叫做Blue Book OK 他的學校的Blue Book 他裡面沒有 對券衫沒有定義啊 沒有定義啊 所以表面上 你說他違反穿券衫 站不住啊 因為券衫是什麼 沒有定義啊 沒有嚴格的定義 並不是說他必須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後來二查 沒有 沒事 沒事 我們學生都對那個學長都很尊敬啊 哇 不簡單 這個就是民主啊 他就按照那個規定來做啊 那以後要不要改那個規定 那是他們去決定啊 他是校方啊 但是就是這個民主的方式 你就看得到 他絕對不會說 因為對老師的什麼尊敬問題啊 什麼那些 那些空話 他不會這樣 白紙黑字 他怎麼寫就怎麼做 OK 你看我們的Blue Book 我們的行為裡面 行為規則裡面 水校是禁煙 不准抽煙 任何地方不准抽煙 下面下面有寫 例外 以下是例外情 他就把例外寫進去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 運動比賽 我們跟別的學校比賽嘛 啊如果你是出遠門 他會租遊覽車嘛 如果出遠門 跟別的校比賽 然後 贏的比賽 回來了遊覽車上 可以抽煙 他寫得很清楚 所以每個人去的時候 就會藏一些煙 在自己身上 然後為自己的隊伍 Yeah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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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贏的回來就可以 來 老師也會在車上 就可以在老師的面前 就可以抽煙 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例外 所以 我太太說 這個在 中國的哲學上說什麼 網開一面 他不是全部把這個 敵隊的這個軍隊 他不是全部要給他封死 這樣子他會 有 有 出乎意料之外的一個反抗 你要讓他有一個地方可以跑走 這樣的話 他不會反抗這麼厲害 這個是一種哲學對不對 所以我們學生 做到 我們學生做到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住在那個宿舍 當然宿舍 也是 就變成我們學生要怎麼樣 就怎麼樣 你的房間要怎麼裝潢 或是 當然主要就是貼一些海報 還是幹嘛 或是你要 你要怎麼樣 那個都是 你自己來決定 人家不會 不會特別去干涉你 連幾點到幾點 就比如說讀書時間 那個以外 那個時候電槍機 什麼的 如果你放比較大聲 如果不是那個時間 他也不會管你 所以都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自由的時間 你可以做什麼 你開放是什麼時候 你限制是什麼時候 他就寫得很清楚 所以你就知道自己的一些行為準則 然後我們學校還怎麼樣 一個學期 你 一個學期它有規定好像 你可以翹課五次 就說早上我不舒服 但是我沒有不舒服要去看醫生 學校的校醫 我沒有這麼不舒服 但是就是不舒服 OK 一個學期給你五次 你可以翹課 我們從公立學校來的 每天老師要點名 或者某一個學生點名 我認為這樣的做法 也是非常 非常的這個 尊重個人的一個個別性 對不對 我今天我不想去 或是剛好我什麼事情 我有別的重要的事情 他怎麼樣 他就給你尊重到這樣子一個 一個制度 他又設計這樣一個制度 啊台灣 你看我來台灣 說什麼大學生 一個禮拜幾十個小時的課 我們美國也沒有這樣子 一個禮拜才幾個小時的課 我不知道人家說 台灣那個學校都是 很多都是 進去很難 但是畢業他說不見得很難 很多人告訴我 美國是剛好相反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比較公平的制度 就是說你自己一個人 你現在讀到高三 我們就要十二年級 你突然就覺得說 我就是要做醫生 啊台灣什麼嘉義兵丁組 好像你沒有這個權利 美國你百分之百有這個權利 你要讀醫生你就 到學校你就說我要讀醫生 就開始讀那個戲啊 你跟得上 OK 你跟不上 你自己自動會轉到別的戲去了 美國就是這樣很自由的 我覺得這個制度還是比較好 然後你看台灣的 我以前在電視上 我看過他們有這個 好像是政大還是哪裡 好像是阿拉伯語文系 他請那個 那個一兩個小姐去那個 電視節目去 去接受訪問 然後他們也有請幾個阿拉伯人 他們在談 可能台灣跟阿拉伯之間的什麼 什麼關係 結果 他們也請這些女孩子講一點 阿拉伯文啊什麼那些 其實我聽起來 因為我開了英文部系班 我開始20年 我就看那個阿拉伯人的反應 跟我自己就是拼感覺 我的感覺是 這兩個女孩子的阿拉伯文 絕對不如 我部系班第二期的 學生的英文程度 OK 我如果你可以了解這個比喻 因為為什麼 我們部系班 我們設計出來一個自我介紹的 我們每一個學生 我們一共有十七期 十八期 可以讀五六年 我們每一個學生 隨時可以在大家的面前 還有自我介紹 可以講二十分鐘 自我介紹 英文是什麼樣 Perfect 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講得很詳細 我爸爸做什麼 我媽媽做什麼 我最喜歡吃什麼 我以前住哪裡 我現在住哪裡 然後我最喜歡的課目是什麼 我最不喜歡的是什麼 可以滔滔不絕 我看那些女性 沒有這個程度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例子 這個優勢 什麼人家考試 把它分配到什麼東西 美國教育制度不是這樣 我要讀什麼 我去讀什麼 你有沒有看台灣 它那個制度 它是要保障一些老學者 有飯吃耶 不是為了學生耶 不是為了未來社會的發展 你這樣學出來的成績 有什麼用嗎 沒有用 沒有用 我反正我們接觸到很多 連英文系畢業的 那你看英文系 英文在世界上必定 你跑全世界 你到日本的海關 他先 你是東方人的連環 他先跟你講日語 沒有反應 他講什麼 阿拉伯文嗎 他一定講英語耶 所以英文在世界上 比較流行 你常常會接觸到耶 阿傑西我碰過很多台灣的學生 他的英文系 四年級畢業 他講話 我也聽不太懂 實態 很多問題 不行 那你這樣下去幾年 那你說這個學生 能接國際電話嗎 我想還差很遠 那更何況阿拉伯文 又是更人癖對不對 除非你有最大的興趣 要學那個 要不然是 我是覺得讓學生學他要學的 其他沒有人讀 就這個戲就關掉了 不要了 台灣是一個小地方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培養這些 是對政府的心態 還是那個大中華的那個心態 有沒有 他還沒有搞清楚 他是在台灣一個小地方 讓我要處理什麼樣的事物 還沒有搞清楚 所以他還是有培養出 或是試著培養出很多人做一些 在我們看起來好像沒有 沒有前途的那個 阿傑西學生畢業 他去哪裡找工作 他又做什麼 這個是人家要考慮的耶 對不對 那既然 就是很多人講的嘛 教育單位 他現在不負責你的出路阿 那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權利 來要求你讀什麼 這個不通耶 這個在一個民主社會 這個是不通的了 對不對 所以我太太後來去留日 她以前留日 為什麼她會留日 就是 而且她有一個故事可以講很漂亮 她那個時候台灣人出國是很難的啦 沒有觀光的 然後去讀書是要層層關卡 結果後來 她日本的包這個人是日本的宰相 喔 現在少看這個人 她說這個是很偶然的一個情形 是她在飯店在做事 後來那個人跟一票人來 她就是一個國會議員嘛 對不對 所以當然他們 他們碰過一些問題在那個海關阿 然後我太太試著跟他們協調那個台灣的海關的問題阿 用幾個禮拜的時間阿 在協調後來把它弄好了 他們早就回去日本把它弄好 所以常常跟這個人聯絡 後來她要去日本留學的時候 她已經變成宰相了 所以她說我寫你那個保證人 日本保證人 嗚 每個人看到 喔這樣 不得了 那她去日本 她去留學 她那個學校是一個等於專科的 她學校的那個 每一個學生出來 最少有三個僱主在增加藥 所以當然這樣的學校 學校講什麼 你應該讀什麼 你應該什麼什麼 當然學生會停阿 因為她有這麼好的紀錄阿 你出 你畢業以後 你的那個 就業的情形是不得了耶 你不必擔心沒有地方有工作耶 所以她說當然這個 這個學校有傳統來講話 所以她在那邊學 旅館管理的課程 也是很難的那個 後來回台灣然後 就開始發展她的 她的這個事業 後來我們一起開那個補習班 所以她比較善於做那個管理 所以我有時候從她的口中 我聽到日本學校的一個什麼組織阿 我也覺得說 她也有很多我們可以參考的地方 日本學校和學生 她做得很詳細 就像現在 呃 其實我太太有時候在 在批評台灣的媒體 我說 她說 喔你看那個媒體都是 酸人 酸人 八卦什麼那些那些 我說對啊 但是你有沒有打開那個蘋果而報 我說其實蘋果而報 我覺得說 也有一些可取之處阿 她很好就是說 有什麼案子 譬如說 她有一個案子她就說 這個人在山區失蹤三天 後來找到以後 然後她就 半條命 然後又把他救回來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他旁邊會寫一個圖表 OK 你到山區 你要帶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注意什麼東西 這個都可以剪下來做自己的資料 他就等於說是一個生活 智慧的一個智能 我覺得這個很好 早年 早年我一直在反應 那個 像早年聯合報台會說 喔這個人在 在泰國 做了什麼事 做了什麼事 然後他後來被泰國警察逮捕了 怎麼樣 怎麼樣 我就會打電話給那個編輯說 你等這個消息問題是 這個事情發生在台灣會怎麼樣 我問很多人沒有人知道耶 那我覺得你應該做這個補充耶 你要有一個教育嘛 我是感覺蘋果日報有做到這點 當然我不喜歡他天天在 在喬誰跟誰約會啊 誰跟誰那個 我剛認識我太太 我剛認識我太太的時候 我跟她講得很清楚 我說我認識很多明星 我以前跑電視台 我說我認識很多明星 她隨時會約我出來 開什麼宴會啊什麼 或者臨時參加錄影或什麼樣 我說她怎麼要求我配合 不管是收 是搭監拍照啊 或是收牽手或是什麼 我說如果在報紙上出現 我也沒辦法 反正你也 不要認為那是什麼 那全部是演戲啊 所以她說 我知道了 所以 我比較 我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 我們 我也是覺得這個是 美國校園裡面的那個 風氣可能是 沒有那麼多忌妒 學生與學生之間 比較這方面比較開放一點 台灣現在的教育它 你有沒有發覺 你從報紙 你去看這個學生 他需要很多生活教育 而學校沒有給他們 他們需要一些生活教育 我怎麼樣活在這個社會上 對不對 我怎麼樣不會被騙 我怎麼樣處理感情問題 現在感情問題都很嚴重 你如果看最近五年的報紙 都有那個研究所的學生 把自己的什麼男女朋友給毒死 為什麼 因為說要分手 好你要分手啊 我給你看 這樣的行為 這很不好欸 其實你在想什麼 anyway 他的人生問題不太會處理啊 所以 像我們兒子 在國中什麼 我本來喜歡那個女生 後來她不甩我 她就很難過 我太太說 哇 我太太當然安慰她 後來跟我講說 喔很好 對不對 因為這個可以作為一個未來感情的預防真理 你如果沒有失敗啊 你沒有那個經驗齁 你什麼都非常的順利 到了後來你受不了欸 所以你這個也是男女交往 我們是覺得男女本來 在美國學校 男女本來就是要有一些交往 台灣 台灣還是很多 就像我剛剛說我兒子在五年級六年級 爸爸媽媽就是全部 就是逼著他們讀書 也不要他們有什麼異性朋友的來往 這樣好嗎 我覺得這個 maybe不是 不是人生的正確安排欸 Rano 你再要回到那個課程 你到底是讀一些什麼 你讀一些什麼 教理說 你為什麼不請很多很多的雇主來 顧主要的是什麼 你也可以按照這個來安排 這個學校的課程 為什麼都是所謂教育家來安排課程 所以現在你看 麻政府是什麼 又要增加股文 啊你問哪一個老闆 他需要股文 那你畢業以後你要 那個可以做為選擇性的嘛 但是不能做為必修的啊 所以他們這些人的頭腦真的很有問題欸 你將來要看你在社會上 所以我太太就說了 他在日本 他校區是怎麼樣 那美國有一些這樣的安排 但是可能 如果台灣我們重新做那個教育制度 我們也可以更加強這一部分 他說這個校區可能本身就是自己 就是重視藝術 啊這個校區可能就是重視歷史 啊這個文學 他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 他允許他們去那個 所以如果你在這一區 啊他是重視文學 啊你不喜歡文學 你喜歡科學 那對不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搬家咧 因為你到那個有的高中 什麼也會就是很重視那個科學 那現在美國好像你看 一些年輕人 包括那個台橋在美國 他們就說 讀什麼 什麼電腦高中還是什麼 都是 都是非常 科學化的一個 從 高中一年級 就一直接觸到很深的電腦理論 然後他們出來 在社會上幾年 喔就已經發明什麼 偉大的城市賺很多錢 那這個也是 你可以學校有這樣專業的安排 而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學同樣的東西 然後到時候 那個東西也不是什麼可以運用 在社會上 所以 我想我們對這個教育 我們 我們要有一個 我們要有自己的看法 甚至於 我們要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我相信美國的那個 叫做什麼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就是家長跟老師的那個會 他們也會對 教育的內容 他也會提出見解 也會提出意見 那應該怎麼走 應該怎麼走 OK 然後你知道 我們在做補習班的時候 我們認真的跑美國接觸到 很多那個 那個 測驗機構 美國很多那個測驗 就包括什麼 Tofu啊 包括什麼 GRE什麼 那個不是政府 那是民間機構 那是民間機構 他是專門在研究考試的 那學校的考試 有的 越來越多 也包給這個測驗公司 像台灣你看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看 一個考試的題目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題目不好 有沒有 有的時候 有的人很自然這樣的回答 但是本意是這樣 那個題目就是 就是有一點混淆不清啊 confusing啊 那美國他 他把考試包給這個測驗公司 這個測驗公司就是 每天在調查 你做題目還要叫 叫 這個 學生來做 試著去考 然後看有什麼問題 不是老師隨便想到一個問題 就可以拿去給學生考耶 你這個問題可能裡面有誤解的成分在 然後你講什麼 他必須做試驗 他必須請那個年紀的人來 試著想給他們考 看他們考的對不對 如果都考錯了 為什麼考錯了 困難在哪裡 你為什麼不了解這個point 所以他舉一個例子來講 數學來講 他就說 2乘5等於多少 那台灣可能就列出來幾個選擇 2乘5 10 100 75 什麼類似 美國不是這樣做 2乘5等於多少 有標準答案 但是錯誤答案 每一個都是有一個道理在 比如說2乘5等於7 那你選這一題 喔 乘跟加 你搞不清楚 所以他就告訴你 他在列出來你成績的時候 他說你要回到課本 複習第幾頁到第幾頁 他是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他的考試是一個專門的一個學問 那學生如果按照這個再回去複習 效果也就加倍 不是就是說 喔 我考完以後 我就over 這個我們在搞補習班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特別是語文方面的課 我們在美國的學校 你考錯那個語文 你都要重敲啊 你要自己要個 要整理起來 你都要重敲 重新整理 老師以後可能會有 舊題目重考的那種制度啊 就是有了新的考試 也有舊的考試 不斷的要給你加強你的知識 台灣我們開那個補習班 你老師花好多心血去改學生的考轉 我跟你講今天下課以後 你去那個電梯旁邊的垃圾桶堆滿的考轉 看完了以後 喔75分 啪 這個學什麼 這個學什麼 老師在那裡花這麼多時間給你改 你就把它當做垃圾把它丟掉 所以這個基本上這個求學精神 但是我相信 這個不是光學生的問題 一定是老師教導的問題 而且對那個水素那個領域也是 你的看法是來自哪裡 當然是來自老師那裡 就像加拿大的人在討論 加拿大的人去討論 是有什麼樣的國民 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還是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國民 他的結論是什麼 到底是國民製造了政府的態度 還是政府製造了國民的這個態度 很簡單嘛 你這個台橋搬到加拿大 每一個變成守法的 紅綠燈就乖乖的停 搬馬線乖乖的過 在台灣亂窗紅燈 隨便過馬路 所以當然是什麼樣的政府 就有什麼樣的國民 政府要領導這個各方面的風紀啊 所以這個是在教育界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個一個提任 OK所以我簡單的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請力 立正 敬禮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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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